哈喽大家好,这里是浪浪影咖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 小伙到香港通过自己努力 创立五旋门派 并过山好日子的喜剧电影 《新京五门》1991 电影的男主角阿星 从小就立志要过山好日子 为了实现梦想 阿星毅然决然来到了寸土寸金的香港 由于来到一个不熟悉的地方 阿星只好算是在朋友家里结束 朋友带着他到处玩了几天 之后,两人一起在酒楼做服务员 阿星的脾气十分暴躁 一不小心就惹到了正在吃饭的黑社会 事情随后越闹越大 他和朋友只能一路狂奔逃出酒店 经过这件事情 朋友也发现了 阿星有着巨大的力量 于是告诉阿星 每年的世界自由搏击大赛都会在香港举办 只要赢下比赛 就一定能过上好日子 阿星听到以后蠢蠢欲动 但光说不练假把势 在朋友的宣说下 阿星报名参加了今年的搏击比赛 但是工作人员却告诉他们 只有门派中人才能参加这项比赛 于是两人心里糊涂地加入了赵东的狠手派 没想到这一天 赵东带领门派一众小弟 去围攻霍家权的老大 霍大大 阿星早就听闻 霍大大为人政治仗义 实在是不想对他下手 于是他在活动中临时叛变 救了霍大大 得知真相后的霍大大 为了报答阿星的救命之恩 就让他在自己家里住下 之后 阿星通过疑似偶然的机会 见到了霍大大的女儿 小红 小红长相甜美 倾国倾城 阿阿星看得心里顿时小路乱撞 于是他立刻跑到家里 写了一封长长的情书 当小红收到这封信后却发现 没有署名 就误会是阿星的朋友送的 于是狗血地喜欢上了阿星的朋友 这让阿星既尴尬又伤心 也是在这段日子里 霍大大看出了阿星的潜力与不凡的身手 让阿星拜倒在他的门下 这一天 一寻小日本来到霍家闹事 阿星停舍而出 几招就把小日本搞定了 阿星的这一番表现 不但让一众师兄弟们五体投地 还顺利俘获了小红的心 但是 默默注视着这一切的霍家大徒弟小白 却怀恨在心 因为小白一直都很喜欢小红 作为大师兄 他觉得阿星的出色表现 让自己没脸见人 于是他愤怒地策划了一系列的报酬行动 这天 小白趁着小红熟睡 准备详行夺得他的清白 然后散密谋 整垮阿星 但是这一幕 恰巧被阿星的朋友装进 没想到 小白居然倒打一耙 把所有的事情都赖在了阿星的身上 听霍传言的霍大大 把阿星赶出了门派 这天 走在路上的阿星 遇到了四个牛逼轰轰的老头 强当于东西西东南地北盖的级别 阿星立马败道 跪求他们将自己武功 从那天起 阿星开始勤奋练功 终于学有所成 除此之外 他还建立了自己的门派 新清武门 顺利来到搏击大赛的现场 而另一边 霍大大终于发现了小白的阴谋轨迹 知道了 一直以来倒是自己误会了阿星 所以非常内疚 正当阿星准备参加决赛 大战小白的时候 霍大大突然说 要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阿星 而得知这一切的小白又起了刷新 亲手杀害了自己的师父 霍大大 并再次赖到了阿星的头上 就在比赛正式开始之前 阿星知道了 自己曾经的师父已经去世 无心比赛 被小白打成了骰子 而这时 小红出现 她告知 其实小白是杀害她父亲的真正凶手 得知真相的阿星怒火猪烧 用尽所有力气 直接把小白搞定收工 故事的最后 阿星不仅赢得了比赛 还顺利与小红相爱 过上了幸福美满的日子 原来兄台也喜欢吹销 苏蝶时代打发时光的片子 那时候的周星妍还不是星妍 多年之后 才明白这个台词的内涵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小朋友